大家好,我是...算了,不用理會我是誰 今天我介紹的就是這個... 叫什麼? iPhone 4s 用的這個... PND的全自動轉輸工具 全自動,很厲害,不用你動的 對,就是不用你動的 好,這次我們介紹如何安裝和使用 好,首先要用到的工具呢 用到的軟件就是 2個 PND 還有,因為要JRB JRB 之後呢,就會有這個 Cedia的軟件 按開Cedia 不用理會 然後按管理 的軟體圓 這裡呢 按編測 然後 我已經添加了 就是夠的 根據這個... 叫什麼? GAME... GAME不知什麼鬼的什麼 雜誌747期 講呢 這個要先添加 這樣添加 然後添加完 添加什麼呢? 就是添加一個叫做 DHTTP DHTTP 然後CYDIA 然後CYDIA DHTTP DHTTP 然後CYDIA DHTTP DHTTP 按添加完 然後它就會驗證 DHTTP DHTTP 但是...可能... 可能會不會太快 DHTTP 選擇 D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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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跳過了那一段 當然是添加完成了 現在按這個回到Cedia 然後你會見到這個東西出來了 就是這個第三個 Cedia 不知道什麼 Telephone 不知道什麼 英文不好 按錯了 好 現在呢 就要下載那支APP 那支APP 其實呢 其實是沒有免費的 但你添加完之後 它就會出現一個免費的 給你下載 在手寫裡面 不用手寫都可以的 你自己喜歡打什麼都可以 只要輸了兩個字 應該它就會自己打出來 一個字它已經打出來 然後你就 停止 手 手寫 然後它就會出現一個 一堆東西 應該就是這個 應該就是這個 自動 不知道什麼鬼 不知道什麼 如果你們是沒有安裝的話呢 你們應該 會有安裝兩個字 但我已經安裝了 所以就不用了 然後 然後 怎樣使用呢 現在就教你們了 你安裝了之後呢 它 會在設定 多一個 不知道 ACTIV 不知道什麼鬼的東西 然後你按不開 然後 找到一個在程式中的這個 然後 它會有一堆 不知道什麼名字 然後 然後 你就可以 根據你的設定 不是 你一個地方是設定 你想 怎樣開啟 這個東西的 在 D&D裡面開啟 你一定要設定 所以 所以 譬如說 呃 是 我設定了 這個 一直按住下鍵 它就會 呃 打開 好 設定完之後 然後 我們 回到 P&D 那邊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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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就是 現在使用 這個 教學 的 我好像 好像 已經打開了 才回來 對 好 現在 給你看看 應該沒有什麼 可能可以打到 我的隊 會知道 呃 隨便找到 紅精 在哪 三色限定的 光力龍 嗯 然後 用這個 嗯 去拉 應該都幾多 然後 就 開始了 因為 三色限定 嗯 嗯 得水 莫 暗 弱 所以我特意 帶著火呢 就是給你們看一下 它這個功效呢 就算 就是 連太多 連很多 Couple 不用那隻東西都可以的 好 現在我們 按開看 好 它就擺出這個界面了 你看看 現在 這裡是6.0 放大 一點點 咦 有點蒙 6.0 其實6.0 就是你 近下去 它應該 就會很快 跟你轉 越小 它就越快 其實建議 平時用 6.0 或者5.0 都可以 但是 現在呢 因為我沒有什麼把 可以打過 那就 就 調到最 後面 8.0 那裏 看看後果是怎樣 要等一陣 因為 它要計算出一個最佳的轉珠 看到它自動轉珠了 手完全沒有動過 而且再提醒大家 它 你設定 單設定那個 是 combo組 但是你設定 發覺combo 未必一定不會出現 發覺combo 所以 有時候 那些 沒有那麼多珠 可以讓它轉 它都轉 死了 轉不到 發覺combo 都要體諒一下 好 讓我們 超哥 好了 已經到最後一關 就是它這隻 乾 麥龍 很快 兩三分鐘 四分鐘 到 了 嗯 嗯 跟大家說 這個 我建議大家 平時 最好不要用 因為我都不願意大家用 一些 類似 作弊的方法來玩遊戲 我覺得這些 程式最好是 它確認自己 無法打一個關 再用 那或者 你 尋不出手 再用都可以 說實話 這個 工具 是不在攻AZ 但是 我都不願意大家難用 因為你越動越多 它轉知技術 絕對 是 最後是變了廢子 唉 唉 好 我們已經 應該可以一次秒了 OK 這樣就打完了 好 今天介紹的呢 就是一個 的 人知 什麼鬼 智能線主演技 這個演技 只適用於iPhone 4s 即是iOS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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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到 iOS 6的系統 iPhone 7 iPhone 7 暫時 iPhone 5 iPhone 7 iPhone 7 i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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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就 不知道 用得 希望大家 如果有的 可以自己去 測試一下 或者今生肯定 會 今生到 iOS 7 iOS 7 iOS 7 都不用太失望 如果 iOS 7 但之前的版本 應該是絕對用不到 都用完之後 怎樣關掉 因為你不關掉 其他程式會 會 被你 佔著 那個 不知什麼 虛擬內存 那你就一直 按住 你之前設定那個 開的按鈕 我設定的就是 按住 音 音量下的按鈕 那我就 一直按住 然後 就打開 平時鐘 但現在 還沒 成子 要打出 你一個畫面 才要 所以 不要 一按住 你馬上錄書 你突然打開 這個畫面 直接停了 你 那個豬又鬆了 你的手殘死了 我已經提了大家 好 今天 介紹 就是 這麼多 算了 我還是 難道沒有ID 好 就這樣 拜拜 突然發現什麼 還沒說完 我 我留了35個寫 在PND上 希望 這個星期日 1500萬活動 中國10顆 我可以抽到 白虎或者 奇略或者 其他 希望大家可以祝福一下 謝謝 好 今次真是拜拜 拜拜